台湾著名的名義故事 台湾著名的名義故事 不知道馬來西馬 也沒有白衣小女孩 黑衣小男孩之類的傳說 右手邊 來 左邊 左邊 OK嗎 好 感謝大家 謝謝麥克風 唉唷 你看我們很重 很符合那紅衣小女孩恐怖的感覺 所以我就問一下家見 紅衣小女孩是這個台灣的可怕的名義故事 馬來西亞有這樣子的很厲害的鬼嗎 一定 我相信每個地方都有啦 其實有一個地方就是因為那個高樓大廈 因為土崩 然後整兩棟都倒了 然後那個地方非常可怕 就是有一些怪怪的東西 對對對 非常 那大家都喜歡晚上去那邊冒險 鬼屋看行的神奇這樣子 對 沒錯 OK 好 所以呢 那個地點就不要告訴我們 對 我之前非常怕 對 我怕會太受歡迎這樣子 OK 好 所以呢這個 雨西這邊呢 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 寒衣小女孩 然後呢 你要不要對我們這個票房 送上最好的祝福 最紅通的祝福 喔 因為呢 就是好朋友黃河跟徐瑋寧 都有在這邊 是 對他們的演出 然後就覺得 平常看他們講話很開眼的樣子 然後但是卻來演出鬼片 所以就覺得特別期待 那祝他們的票房就是搶搶棍喔 搶搶棍喔 搶搶棍喔 所以你們兩個會本身想挑戰演鬼片嗎 我自己會想要 不過 謝謝大膽 謝謝大膽 敢演不敢看啊 好奇怪喔 我敢演不敢看 好 那雨西你呢 我會是覺得 感覺蠻酷的 因為我身邊還蠻多好朋友 都有演鬼片 然後感覺應該還不錯 OK 所以那兩個人 歡迎片商來邀約啦